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游教授谈音说乐 今天我们来聊两首歌,也是网友给我留的言 我们来看一下 说游教授您好 刚才看过江苏卫视的五五盛典 觉得周深的千千雀歌和Zubidubi都好厉害 这个应该是这么念吧 这个好像是印度的是吧 也都登上了热搜 但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就是Zubidubi很明显能够听出歌很难唱 但是千千雀歌的难度在哪里呢 自己唱感觉唱不出来 很想听听教授讲解 我刚听的时候第一个印象也是这样的 觉得这个Zubidubi应该是这么读吧 这个是印度语吗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语言啊 不管对不对 我们就先按这么读吧 这个歌曲呢 我也是第一次听的 第二听到这个歌 就感觉 这个歌的确是很难 因为印度的歌曲啊 它有一种异域的风格 就是印度它民族的那种特点 它歌唱中有很多那种小花 小花音啊 那种东西啊 它跟那个Blues里面那种花音嘛 还不一样啊 我刚才唱的那个好像是那个黑人 那种Soul的那种花音啊 它那个花音啊 就跟那个黑人的那种花音又不一样 所以它那个很有特点啊 非常有自己的特点 挺难把握的啊 所以我们一听 觉得那个歌挺难的 但是为什么 千千雀歌 也唱不出来呢 感觉那个旋律好像很简单啊 我们如果说这个歌直接听过的话 觉得这个歌曲的旋律 应该说是比较简单的 的确是 之前的那个版本 原唱 陈慧贤 那个版本应该说是比较容易唱的 但是 就怕但是 但是周深的这个版本 其实它音区很高 所以说你唱的就觉得唱不出来 你要是一般的人 一般的都唱不了 除非你是二般的 这个歌啊 千千雀歌这个歌的最高音 跟Zuby Dooby这个歌曲的最高音 一样高的 一个是这样一调 那个千千雀歌是升F调 就他们最高的那个音区 最高的那个音 都在同一个音高上 所以说听着感觉千千雀歌比较容易 旋律是简单 但是呢 它音区在那摆着呢 因为周深是二般的嘛 不是我们一般的 所以说呢 我们一般的人呢 往往就很难 很难唱到它那个音高 因为它那个音啊 在降异上 就在降异的那个音上呢 正好是女生 很多女生的换声区 什么叫换声区啊 就真声跟假声 要转换的地方 所以说你要唱到那个 你觉得好像很容易唱 但是叫米骚拉 那个拉 就到降异上了 而且这个骚 前面跟后面这个音 一直在降低 降异 也就是说降低 降异 那几个音啊 都是女生 要换声的一个音区 所以说 大家就知道了 有很多人可能唱的时候 会 真假声打架 如果你技术比较好的 这个混声 解决的比较好的 可能这个地方 就换成了混声 如果你混声不好的 这个地方呢 就要打架了 一打架呢 感觉真声呢 就过不着了 假声呢 又出不来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觉得很难唱 我觉得这个难点 可能应该就在这 因为我们看歌曲啊 不仅仅是看 它有多高 有时候你过了 那个高音了 就过了这个音区了 反而到再高 可能好唱了 你用假声就换过去了 但是就在这个音上 不高不低 正好是女生的 那个换声点上 是非常难受 就是这么个原因 好 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 这个Zubidubi 这个歌 这是一首 印度的保莱坞 电影叫 三宝大闹 保莱坞的插曲 这个我是查到的 我之前没听过 我们一听到这个歌 这个歌是非常适合 那种现场表演 娱乐节目 很轻松 很欢快的 那么一首歌 保莱坞 大家都看过 是吧 就是那种 不断跳舞的那种 不断疯狂跳舞的 那种风格 那么从这个歌曲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 可以感觉到 周深的歌路 是真的很宽 就是他好像是 几乎所有的风格 他都能唱 而且都能把握住 一种比较原始的 那样的一种味道 这个是很难得的 所以我们讲 正是因为他 他的能力很强 所以说 他的歌路 才能够很宽 所以我们讲 一个歌手 他不仅要有高音 他其实还要有 音乐的整体的素养 所谓的素养 就是你要 博揽 你要去 吸收很多音乐的养料 你的视野要宽 我想他肯定是 听过很多这样的音乐 如果一个人 连这种音乐 你从来都没听过的 他不可能会唱出 这种味道来 就跟很多人说 我要学爵士 爵士你先别学 你先去听 你一定要先听 熏陶 沉浸似的 你在那听多了 慢慢的 自己的音乐感觉来了 然后你再去说 学的问题 如果说一种音乐风格 你听都没听过 你想你拿来 就能够把它唱得很好 我觉得 这种可能性 也不是很大 好 我觉得这第一个 就是他的割路宽 跟他的视野 跟他的这个积累的音乐素养 应该是有关系的 第二个呢 给我们的感觉 就他的这个语言天赋 这个东西 真的是没有办法 很多人的语言天赋 真的是天生的 周深就应该是 属于这样的一类人吧 是二班的 绝对不是我们一班的 你听啊 他这里面唱了印度的 我们直接听他唱了英语 听了唱了俄语 然后呢 在七天雀歌里面又唱粤语 又唱这个日语 然后又唱 你听过他唱法语 这还有什么语言没唱过 西班牙语唱过吗 不知道 没听到啊 不知道有没有 没准他也会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语言是有天赋的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他 他跟别人所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他今天之所以能够成功 也跟他今天身上所具有的这些能力 能量是有关系的 好 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歌曲的演唱吧 这个歌呢 在这个Zubi Doobie 这个歌里面呢 他的声音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他在这个歌曲里面的声音 几乎都是以真声为主 因为这个歌对于周深来讲 音区并不是很高 才到降义 对他来说非常简单 是他比较自然的一个音区 真声完全都是可以出来的 所以他的这个声音呢 在这个歌曲里面 很亮 很实 很有心 这个是很坚实的一种声音 在这个歌曲里面 不像我们昨天讲的那个 荒尘度 那个歌曲里面 他用了真声 假声 混声 有好几种声音的结合 气声 而这个歌呢 它主要是以真声为主 那我想可能也是跟这个音乐风格有关的 并不是所有歌曲都可以用任何的声音来处理 像这样的一个很轻快 非常有动感的 它需要声音的那种弹性 所以说真声 很实的声音 就比较适合这个歌曲 我们可以听到 他在这个歌曲的音乐里面 他的声音啊 是非常具有颗粒感 这种颗粒感 就可以看出来 他的声带 他的声音是具有很有弹性的 很有灵活度的这么一个声音 尤其是那句高音 它这个里面的那种声音非常轻巧 非常有跳跃性 有弹性 有灵活度的这样的一个声音 声音很结实 但是呢 很灵活 很有弹性 这种风格就把握的特别好 那么另外一个 我们要说一下 就是这个里面 印度歌 我们讲过 就是它那种小花 周深把握的真的还是挺好的 就是这种小花音 小佳花的这些音 正是印度歌曲里面最难把握 也还是最难处理的 因为这种文化 它的这种音乐 跟我们中国音乐完全不一样 我们中国音乐是 大旋律大线条的东西 没有这种这样的小花 除非是一些少数民族 就我们汉族音乐 基本上是大旋律大线条的 所以说这个印度呢 它就有很多小旋律 那种小曲线 那东西真的是不好把握 所以说我们讲周深的处理 应该是非常到位的 那么另外 我们再讲一讲这个切切割割 这首歌曲呢 一听太亲切了 我听周深唱 依然非常地亲切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是 影响非常非常大 这个歌曲的原曲呢 是一首日本歌 当时的很多香港歌曲 都翻日本歌嘛 这首歌曲是1989年 这个陈慧贤 他的这个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 然后原曲呢 是日本的 叫静腾争夜 他一首歌叫西洋之歌 作曲呢 是日本的叫马四野康二 这个名字不太好记 然后呢 还有国语版 国语版呢 是台湾歌手李毅君 演唱的 叫风中的承诺 这个粤语版跟国语版 对于我们来讲 都非常的熟 非常熟悉 翻唱版本很多 张国荣也翻唱过 那么这个歌曲呢 应该说 从整体的情调上来讲 应该是一首 离别的忧伤的 这样的一首歌曲 跟那个什么 Zuby Dooby 完全是两首反差很大的 一首是很欢快 非常轻松的一首歌 突然转向一个 忧伤的 淡淡的忧伤这种歌曲 情绪一下子就转变了 然后呢 我们听周生 在这个歌曲里面的 一个处理 他在唱粤语版 跟日语版的时候 他的声音 还是比较暖的 比较柔和 带一点气声 然后到后面 国语版出现的时候 他的声音变实了 变真声变多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对比 这两个不同的声音的处理 那么对于他唱的这几个语言呢 首先我觉得中文那就不用讲了 这是我们的普通话 是吧 不说了 然后呢 粤语 我觉得 凭我那么多年 唱粤语歌的这个经历来讲 我觉得他还是唱的挺准的 我也唱的还挺准的 因为我们 我们那个上学的时候 都唱粤语 粤语相对来说 还可以吧 就凭我还可以的粤语 听周生的粤语 我觉得还可以 然后呢 日语呢 反正我也听不懂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听不懂吧 听不懂的 我就觉得都挺好的 包括他唱的那首 这个印度歌 印度语 我觉得也挺好的 反正我们听不懂 听不懂就挺好的 所以说 我觉得周生的语言天赋 真的是非常的高 其实对于一个歌手来讲 拥有那么高的语言天赋 对他来说 真的是一个 如虎天意的 这样的一种能力 所以说我觉得 他应该会走得更远 或许也正是 他的这种能力 能够使他 走出我们的 华语歌坛 我觉得这个 跟他的这个语言天赋 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 好吧 让我们以后 拭目以待吧 希望我们中国 能够走出一个 能够在国际音乐舞台上 有一定音响的 这么个人 那么个歌手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这两首歌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两个人在一起 走过多少风雨 没有什么可不可以 只要心还在一起 这些年陪着你 我的心也曾经 曾经疲惫的 想过放弃 但是拨开 乌云的风景 那是你我 同甘共苦的 印记多美丽 你是我的幸福 我的爱人 我一生的爱 我愿用我生命 来守护你的真心和悲欢 你是我的幸福 我的爱人 我痴心不患 只要守住你和我的未来 今生今世永不改 两个人在一起 走过多少风雨 没有什么可不可以 只要心还在一起 这些年陪着你 我的心也曾经 曾经疲惫的 想过放弃 但是拨开乌云的风景 那是你我同甘共苦的 印记多美丽 你是我的幸福 我一生的爱 我愿用我生命 来守护你的真心和悲欢 你是我的幸福 你是我的幸福 我的爱人 我痴心不患 只要守住你和我的未来 今生今世永不改 你是我的幸福 我的爱人 我一生的爱 我愿用我生命 我愿用我生命 来守护你的真心和悲欢 你是我的幸福 我的爱人 我痴心不患 只要守住你和我的未来 今生今世永不改 只要守住你和我的未来 今生今世永不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